好 看到共機共艦持續擾台 有一天之內徵獲了41架次的共機 還有7艘次的共艦 而且離台北市更只有20海里 退降就市井 這個距離要實施斬首作戰 甚至不用飛彈 那麼陸方也啟動了 這個針對台獨最高的一個法律手段 是可以判處死刑的 在野黨擔心兩岸敵意螺旋會持續上升 白色軍艦行駛海上 一路向北航行 緊壓海峽中線 近日前澎湖域民發行中共核潛艦後 20號又一艘中共052C型驅逐艦 信送澎湖南潛海域 好 這邊可能會插槍走火 距離太近了 一個觸發不小心就 對岸海軍動作頻頻 攻擊更是持續逼近 根據國防部公布資料 24小時之內共徵獲41架次攻擊 和7艘次攻艦 其中3日架次攻擊 與越中線呈現四面夾台 距離台北市更只有20多海力 20幾公里它不需要用導彈來做攻擊 只要用一般普通的炸彈 裝上一個小翅膀 就是滑翔炸彈 就可以對台灣實施斬首作戰 陸方不只大秀 軍事雞肉 大陸措施也在升級 發佈城市台獨顽固分子意見 清潔最重的可判死刑 外界擔心是否彰顯大陸對台管轄權 泰人服務可能發生違憲 大陸單方的宣布 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有不利的影響 任何對兩岸關係有傷害的事情 都要盡量避免 希望兩岸能夠回到穩定的軌道 中國大陸對中華民國沒有任何的司法管轄權 兩岸的敵意螺旋不斷的上升 希望用對話來取代對抗 不過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曾證為 大陸針對台獨啟動法的手段 而非軍事守法 某種程度兩岸還是有和平處理空間 呼籲政府回歸憲法 以中原則重建兩岸互信 兩岸應該還是基於九二公式的一個原則下去做交流 去做對話 原本兩岸期盼春暖花開 但是當大陸文公武嚇不斷 這條戎平路恐怕還有好長一段 就像陈珍宜龍採訪報導 好大陸公布懲戒台獨分子 最終可以判死刑 那麼看到退役少將栗正傑就表示 中國大陸制裁台獨 這五位名嘴呢是第一波 而且對岸下一個動作 可能很快就會出來了 我們都知道 當大陸來講 他做了這個公告之後 他發表這個意見 他目前來講 還沒有說把它定成法律 他現在是說這個 兩高三步來講的話 是一個意見 但是他發表這個意見以後 一定會讓民進黨撿到槍 對不對 這是必然 他也知道會讓民進黨撿到槍 會讓民進黨有大多文章的這種空間 可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就是我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我也知道 我知道你會這樣做 但他還要這樣做 那代表什麼 就是對於賴清德可以說 這個政府來講 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也就是說他耳後來講的話 他就是走法律路線 或者是甚至更嚴重的走這個武力統一的方式來講 他已經不在乎了 我覺得政府應該去怎麼樣讓國民能夠安心 因為很多人來講 他出國旅遊會有所掛慮 會有所擔心 那你不但不做這些事情 你反而把他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國民黨做抹紅的動作 你看沈波上講什麼 就是跟這個在那邊講說 李應外合 因為這個法案覆議案否決掉了 然後就跟大陸來講 李應外合 你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個政治炒作 我覺得沈波上講這種話是 利用這個機會做這種事情是最可惡的 其實我要講 這件事情來講 跟中國大陸具有司法協助的國家 總共有65個這麼多的國家 那這些國家來講 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最嚴重的是他缺席審判 如果一旦通過的話 那他制定你的罪 他就透過司法付出 總共全世界有65個國家 我特別要提醒 其實不只是光我們過境香港 可能會遭受到這種 你甚至於說是 你到這些跟他司法有互助的國家 去那邊過境的話都有可能 我們知道國際的班一都互相轉機 在某個機場轉機 或在什麼地方轉機 那你會不會經過這機場的時候 被扣留下來 我覺得這五個名嘴 大概是第一波 你看其實我覺得大陸 他對這種 其實已經是有安排有激發 他為什麼在之前懲罰這五個名嘴 然後緊接著現在公布這個法律 我覺得很快的 他下一個動作就會出來 那如果說賴欣哲還持續在這邊 藉著這個新兩國論 在這邊要跟中國鬥的話 其實吃虧的還是我們台灣 自己的老百姓 好 那民進黨立委 沈柏洋就提醒 零應外合之下 會比大家想像的更有殺傷力 他說這是一套組合拳 一場政變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就反諷說 沈柏洋是已經講不出道理了 乾脆就不講道理 直接來扣帽子 甚至他還點名黃捷 沈柏洋他其實長期以來 他的一些言論 我也不知道他的邏輯依據是什麼 其實他大概所有東西 講到最後就是抗中保台 那所有只要非民進黨邏輯 民進黨思考的人 那在他們的眼中 一律就是第五重隊 然後一律就是舔共的舔共分子 那我也常常跟很多人講 我說最近大概二三十年來 台灣所有的公共議題 只要你的想法跟民進黨不一樣 那就會一律被歸類為 中國中共同路人或中共自己人 現在都這樣 所以包括之前林志堅的論文 台灣大學只是認定說 這個是抄襲 光是這樣就被認定為中共同路人 那實際也是被歸類為中共自己人 其實這個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也講不出一個道理 當講不出道理的時候 他就不會跟你談道理 他就自己把你扣帽子 所以這段時間 你去看所謂的青鳥 青鳥下鄉宣講 我們在下鄉宣講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到國會改革 我一定是跟你從條文上面 從五權或三權體制下去分析 但是我看了許多這些所謂 青鳥下鄉的宣講 講來講去 還是在講抗中保台 所以你實在是搞不清楚 他們的邏輯怎麼會有辦法 所有東西倒到最後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我會說學哲學是這樣 哲學永遠不是告訴你結論 哲學是告訴你要思考 所以請大家遇到民進黨扣這個帽子 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沈柏洋也不要那麼辛苦 可以把萬物都倒向抗中保台 其實大家的想法沒有這麼複雜 就是為這塊土地好而已 你什麼都想要抗中保台 什麼都講到 想到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連環權 還是什麼東西的 說這是中共在臺灣的什麼連環的劇本 那我說真的 我搞不懂你在講什麼 黃捷他也不是沒有專業 只是他的專業不是法律 所以你要從他口中聽到 他對於法律有什麼精闢的見解 或是怎麼樣使用法律 我覺得可能性應該是蠻低的 因為我為什麼說他有專業 畢竟他是我工會學妹 所以還是有專業 只是他的專業可能是在於醫療方面 他對於法律其實專業度不足 那這段時間其實他也指的 我名字罵過好幾次 但是其實我聽完之後 也覺得說他還是不要隨便罵人 因為他罵人他自己都搞錯 那他那他搞錯 讓他罵一個講對的人 那他罵了些什麼過去罵你 沒有就是在講一些什麼 反質詢或什麼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對於定義也搞不清楚 所以其實我就 我是蠻懶得理這些人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是這樣 你搞不懂 我跟你講一次 你還是聽不懂 那就智商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想再講下去